妈 哈喽 成过年了 感觉这到年宵节了 你这下年过不完了 你说咋的了小妈妈 那个我这边就是在 抖音上看到了你的视频 然后就特别的喜欢 然后我但是这边我这边有个情况 我特别害怕被粉丝喷 所以我就给你发了私信 我看你没有回我就想问一下 你说吧咋的了我不知道 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我爸属于 就是身体特别不太好 然后尤其是肠胃特别差 就喝口凉水就要拉肚子的那种情况 然后去了一趟其他的国家 就是中国以外的国家 然后他去了那个地方以后呢 然后呢他发现他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喝了凉水 吃了他在中国吃不了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拉肚子 没有产生任何就是 不良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就觉得国外的食品特别好 然后我觉得国外这儿好那儿好 然后他一心特别想 是我 我妈 我妈刚来美国的时候 就是跟你爸可能是一个表情 我都不能说别人了 我说我妈没毛病吧 我妈啊 我跟你学 当时她跟我二姨视频 感谢刘三有点听啊 他跟我二姨视频 给手机放桌子上 跟我二姨放视频 咱俩这个老家庭 哎 你说啊 哎 可以美国这块 你说那玩意试得好啊 我的手上 原来不是有那个老年班吗 哎 没了来了 谁知道你这水是啥 气候好 那肯定是气候好 这边水肯定都行 对 水都比咱家那边好 我头发 哎 头发都没感觉咋地 就是老年班没了 真的 啊 跟你确实比较好 好 六年后 今天 我妈 这个地方狗都不待 啥劲的一天 你说我后面羊羊狗 啊 给他后面种个菜 我一马出去 嘟嘟嘟嘟嘟嘟嘟 跟老外嘟嘟嘟嘟嘟 那天啊 我跟那个谁 我跟刚炮的妈 我俩上那个商场去 我俩就逛街去了 你说那老外跟傻子去的 我俩去了 我说去上哪买裤衩子 跟人比了比了 说裤衩子 啊 比了比了 老外跟我俩 进厕所去了 你说他们是傻吗 我是问他哪有厕所吗 怎么怎么的 啊 我妈 哈哈 我妈原警重现 你你爸大概就是属于 现在属于啥 刚接触这边 发现有点啥 不一样的东西 别说好与不好 只要不一样都是好 待了三年五年之后 一样不一样 就是骂足打 一个骂哭哭 就是骂就完事了 懂不懂 他属于那种 就是一心特别想出去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 就是18年那种 他瞒着家里人 他自己犯了个签证 然后弄了个身份 然后他去西班牙 待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跟他 你去哪了 然后他告诉我 我就出去 出去有一点事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最后他回国以后 我说爸 你给我发下你的定位 然后他发不出来 然后我就说 你是不是瞒着我们出去了 然后最后他回来 他给我说实话 他去了一趟西班牙 你爸挺不省心的 你爸有点不太省心的 我爸就贼不省心 然后就去那边山好水好各种好 然后他回来 他想了个仙招 因为他在那认识了 就是那种本地的华人 就在那就是给那种 ZARA做那种衣服 再加工 然后在那造作再贴牌的 那种技教工人 就认识那的 一个山东的一个大哥 然后然后他知道那边 就是他去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老板娘 然后人家是 就是他是 那个老板娘走的是那种 就那种跟外国人结婚 办的 在西班牙 做婚姻那什么的 婚姻移民的 对 但是老板娘 把他老公也接过来了 把孩子也接过来了 但是他没有跟他老公复婚 我爸就很想给人家一笔钱 让他跟他结婚 然后拿那个身份 我就觉得他贼奇怪 那下一个就是你了 你爸完事 就要给你整过去了 你跑不了 不是 那个是很早以前了 然后19年以后 咱那边有疫情以后 然后他这个事 他就放弃了 然后他家他身体特别不好 他放弃了 然后20年他说 我结婚了 然后 结婚了 但是 但是了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 就是我 就是我爸表哥吧 就相当于我爸他表哥 就是家里就是 然后说亲也亲不亲也亲的一个亲戚 他儿子他高中给孩子送过去了 孩子学习不好去加拿大了 然后送过去之后了 在加拿大大学毕业了 然后呢 他在大爷毕业了 然后在大学在那个加拿大也结婚了 拿着加拿大的身份证 身份了 然后就不是中国人了 然后我大爷就很有钱 他在中国开的是有公司的 就很有钱 走建筑那个路线嘛 就很有钱 然后我大爷 因为他儿子的关系 然后拿到 应该也是加拿了一种卡 就可以 方便入境的那种 也可以在那收索的那种 我不知道是哪种 就反正我大爷掏钱 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大爷前两天回国了 就给我爸说 哎 你到你以后去加拿大吧 我都想说 当时怎么想的 就是属于一说国外好 啥都得好的 刚才他们给评论群打 我忘说了 对后来原因是因为我妈晒黑了 我妈 我妈感受加州阳光以后 手上老年班消失的原因 是因为我妈晒的 跟那个老年班一个晒了 我妈现在是中晒的 他就认为出国就能赚钱 就出国赚钱 那机会就特别多 你中国要多 我说你也不会女 你什么都不会 然后你就一心二心 飞的想出去 你是图什么呢 他就觉得 你家那边也好 医疗也免费 不是他现在 他现在出去 乱乱医疗免费 又医疗免费了 老爷出去拿白卡去了 出去拿白卡去了 他很想 他很想 但是因为疫情以后 马上身体不好 他还没去 再加上我这个哥 这个事办得真漂亮 我这个哥把身份拿完之后呢 我这个 我这个大爷也去了 然后呢 我大爷还领养了一个女儿 他把那个妞也弄过去了 去那边上学了 上公立学校去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爸这个 有个实际情况 就是他如果出国 真的不拉肚子了 的话 那你就让他出吧 那你就变成 他就是不想拉肚 那你 他就不拉肚子了 那你就让他出吧 那你如果只是不拉肚子 这我就理解不了了 对不对 这我就理解不了了 对吧 出国 我完全不能理解他 但是他现在还就那个 特别特别迫切 你知道我爸之前说 那种特别靠谱的话 就是特别绝 他说了 嗯 我先出去 我问你们打拼 跟你们铺路 我说了50亿老头 出去给我们铺路 我觉得贼搞笑 然后他说 我出去跟你铺路 你到头就即便在中国结婚了 然后生孩子了 可以把孩子送过去 然后去那边上学 行 你老头愿意去 你让他去 你讲话了 你不让 你要不让他去 他这辈子都有遗憾 对不对 你让他愿意去 你让他去吧 但是他身体很差 不在那儿不拉肚吗 不 他属于大病没有 小病特别多 我爸从年轻到现在五多岁 我爸体重没有超过130斤 他特别瘦 就是他是那种 特不吸收 你别以为他在国外 他不拉肚子 然后他就吸收了 他就胖了 不是的 特别瘦于老头 而且我爸 能不能 能不能是 能不能是国外做菜 都放纸蟹药 然后我爸属于那种身体 他最好的那种类型 所以我就 感谢小孩的生好 我不是很放心让他去 但是他就是一心二心 他现在我听你说 那意思他现在外面有人了 是吧 对 我哥在 但是我觉得不亲 你跟你哥有啥关系 他外面有人了 你听不懂吗 不就我哥在那吗 我大爷在那开了公司 我大爷说 我给你找了个活 去加拿大吧 你老公外面有人了 是啥意思 我 我 我大爷 就是 我知道 我说你 我现在说你外面有人了 是啥意思 我说他认为他外面有人了 就在 我说你爸外面有人了 对 就是 怎么这么费气 你爸可 你爸可国外有老太太了 没有 他没有 你咋知道没有 真的没有 他有你哥 跟你哥有啥关系 你哥都荡害了 不 他认为 在那儿有 因为我大爷在 中国这公司做得很好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们在加拿大是不是很好 但他说得很好 他前两年回国 他说很好 然后他在加拿大 他开了公司 他又在加拿大 开了个公司 然后跟我爸说 让妞 然后我就觉得嘴奇怪 那你不是 我说实话 你就是你爸这样 就让你爸在那儿待着吧 你以为有机会的话 你也去旅个游 我还是那句话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他独到的好 你去感受一下 感受不着 咱就撤 该溜的溜的 该长见识 长见识 你听听他的 老人 乐趣趣 这就不错了 你跟我妈 我现在天天留我妈 我现在天天为了留住我妈 我都对你 我多难呢 我妈现在天天就刀锅要回去 这是高低 刀锅要回去 就不想在这儿待了 我特别害怕他出去被人坑 因为他属于那种 很老实的一个老头 你说啥他都信 说啥都信 那你咋的老头 现在手上那个 那个票这一块的话语权 还挺严重 还挺有话语权 还行 因为我们家之前做生意 我爸赚了一些 拔位数到没到吧 他现在能动 没有拔位数吧 没有 没有拔位数没事 你跟他出去吧 你想话来 人生呢 如果男人活一辈子 没为感情 掏点钱 那岂不是白活 是不是 就是还是 我就害怕他出去被坑 因为我大爷在那儿 说得特别好 但是我看你说 美国教育 我感觉加州跟美国 加拿大跟美国应该差不多 你爸跟美国 跟加拿大教育有啥关系 你爸也没去上学 就跟教育有啥关系 不是 他的意思是 他就想着 就是他去了 他努力 让他孙子这一辈 或者让我们去 然后让孩子过的教育 会比在中国 没有那么内卷 你先让他努力去吧 等他在社会上碰壁了以后 他可能就 别来 就碰里面 没啥好的 就回去了 你让他去吗 他愿意接触 你不能打消老人积极性吗 是不是 你让他去 感受感受好了 我建议你别反对他 没有意义 没有必要反对他 他在这本地 也不是没人照应他 你要真说 说是你爸 今天到美国打工来 刷碗子 那我肯定不建议你 对不对 你说你说来了以后 本地有亲戚 那你 该 你说说吧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他真正想接触接触社会 他接触不了 他就死心了呗 我怕亲戚坑他 亲戚给他 到时候介绍个 西班牙老娘们 要说的都很 他要去 肯定去加拿大 说的都可天花烂坠 然后我大爷 还说我隔壳努力 在那毕业了 然后从事IT行业毕业了 然后而且还兼职送外卖 我说都这么牛了 要兼职送外卖吗 IT行业坚持送外卖 对 你现在此话一出 你给硅谷马农整的 文宝瓜 全问号系统都直接 谈提示团 怎么回 怎么还坚持送外卖 那好个屁 那好 我爸说 我爸都 我爸听我大爷说 什么我哥在那 然后因为 因为我大爷的确有钱 他找了那个 我哥找那结婚对象 也是咱那边中国人 然后人家是浙江那边 也很有钱 就是女方家全款 在加拿大给他买一套房 女方 女方 跟美国这边 按照真正美国本地的 北二兰 后面的这些人 这些习俗 确实是女方提供婚礼 以及房子这个钱 这是本地习俗 你哥长得帅呗可能 对不对 你哥长得帅 你哥富二代 你哥送外卖 你哥囊囊帅 所以我就觉得 得奇怪 你像我大爷说了 我哥这么优秀 他为什么还要去加拿大 开公司 也不是生意 一定能做加拿大 因为他总是从事建筑行业 不是 建筑行业 他到最后开了啥公司 外卖配送公司吗 不知道 我就知道 他在中国这边 是建筑行业 就是器材的 建筑器材的 开了各大一公司 然后还挺有钱的 然后我哥在 我哥当时回国办的婚礼 就刚那个 就是场景布置 鲜花都花了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加币 人民币 就刚在中国 在郑州这边 然后他 咱家百万级婚礼 那是配得出来 你要跟美国 谁要跟美国 加拿大说 能配出个十来万的婚礼 就是说 华人正常结婚的话 就除了吃以外 谁要说 能搭配个十来万的婚礼 可以发给我 让我长长见识 我给洛杉矶 给好多人主持过婚礼 主持过婚礼 说白了音响 都得是我自己背着 都得是我们公司 原来出于做活动 我自己 就是出于喊来 转转盘 转转盘的音响 麦克风 都我自己带的 连个舞台都没有 办婚礼 能花十几万 那都是 那都是狠人了 那都是 就是他办了 就是他办了 那个婚礼 然后就刚先花 我妈和爸去了 我没去 然后婚礼 刚先花场景 不止花了一百多万 然后我说 我大爷这么有钱 五个在加拿大 还送外卖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但凡已经涉及了 送外卖 对 敲代码还能兼职 是送外卖的 已经说明一切了 你怎么敲代码的 还要出去 跟这些走线大哥 去通台竞技吗 没有必要吧 对不对 你就美国跟加拿大 国情也差距 没那么大吧 他还说加拿大 就是什么免费教育 然后我说 那有钱人 人家不都进私校了 穷人才去公立 你看他这认知 还不敌你了 还不敌你了 这种就是啥也不懂 各本地 这种就是我说的那种 各海外的老移民 上来一套 以老卖老筐 嘎嘎能装 上来给你一顿教育 实则各本地 一口好肉没吃过 一天好日都没过过 一点人家社会的美好 没感受过 就只能教后面人 你让吹都能吹出几句 你问你感受过吗 没有 你问你见过吗 没有 他还鼓到我 让我去 但我觉得我在中国挺好的 虽说没有 虽说 你爸乐意 你爸乐意 你让他在外面待两天 我觉得没关系 你自己明白到是行 老人乐意上哪 溜达溜达去吧 是不是 他也不是去吃苦 造罪去了 我就会把他 换了 瘫死了 你爸要是哪天扎餐馆后面抓紧你 我这边给你 我这边给你本地成立营救小队 抓紧给你爸救出来 行吗 就这样吧 行不行 好 谢谢 拜拜 我不是 兄弟们 我不是专业做主持人的 就洛杉矶没有婚庆这个公司 朋友都是说 你就原来你当过主持人 你给主持一下 洛杉矶没有婚庆公司 洛杉矶 等一会儿我连完这俩人 我给你们学一下洛杉矶的婚庆公司是什么水平 好不好 好 好 好